好 來了來了來了 應該多了一件事 喂 直接獲得大木和夢幻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頻道 還有按讚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了 我們就拿夢夢了 今期的夢夢比以前更瘋狂 以前的神獸是要打的 今期我們一進來跟大木博士吹水 大木博士呢 咦 赤虹在這裡 大木博士應該會直接送給我們 非常樂意 好了 你快點出賣夢夢吧 我們走吧 赤虹在這裡是否意味著 其實我們可以抽這個噴火龍呢 那小子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 我們差不多去冒險了 來了來了來了 應該多了一件東西 咦 直接拿到大木和夢幻 嘩 咦 這麼快? 我們看看是否可以直接拿到 噢 巨金怪啊 帶五啊 好 我們已經拿到這個夢夢了 登入已經送了 還比以前更瘋狂的同伐 即是如果你休閒玩 你儲存桃鑑的話 你直接登入已經可以拿到 連打關也不用打 超級瘋狂的 OK 我們都要抽一抽 坦白說 在這個拍組搜尋上 有巨金怪 大誤和巨金怪 都是那樣東西 每天抽一抽就算了 中就中 不中就有它吧 因為巨金怪 其實我自己不是特別有感覺而已 看看這裡 OK 應該沒東西吧 沒東西中了 看不到吧 咦 中了一隻怪力 怪力我竟然還沒爆 接著這裡也每天抽一抽 看看會不會中到其他東西吧 對了 咦 咦 啊 更新了 它的抽蛋 終於我拍攝的時候不會彈 因為我以前拍抽蛋 這隻Pokémon大師 最嚴重的問題是 我每次抽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剪掉一條影片 所以其實我每次抽蛋 遇到煩惱就會斷影片 這件事大家應該不知道 我一直都沒說 但沒所謂 這裡我們拿完團隊禮物 以及石仙 嘩 剛才那裡的石仙也有不少東西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我們直接看看圖鑑我們的夢夢吧 其實我有很多東西都還沒有 因為它推出了新東西後 我每天登入都少了 而且大家也知道我這麼多遊戲玩 我也不太清楚了 所以... 今期有這隻夢夢 我們先看了 雖然可以直接去使用 不過也看一看吧 如果爆了會怎樣呢 爆了會有110 咦?110就爆了嗎 是否我還沒看完呢 HP321 以及攻擊 全部是220 技能方面高速升星 攻擊必定會命中 對方全體成員都會中 威力68而已 速度強快 就是大幅地提升自己的速度 這招這麼有趣的 就是大幅提升自己的特攻 極大幅提升自己的攻擊防禦 嘩 全部升了 其中一種而已 對了 一種而已 接著就是精神強念 這招的攻擊輸出應該不會低 你看到118 極小情況可以降低對手的特防 唯一一招的攻擊高一點的招式 其實上面的招式也是念弓 對 兩招 一招是精神強念 接著招大絕是精神強念 也是300 300的威力 看看最期待的被動技能 咦? 還不小心轉到其他Pokémon 還不小心轉到其他Pokémon 先看看 好 被動技能方面就是大目的研究成果 用這招 用招式之後 會令自己部份的招式變成其他招 這麼搞笑 接著就是第二招的被動技能 效果絕佳時的威力提升1 會提高那招的威力 接著就是下招的被動 下招的被動是攻擊時能量下降9 能力下降9 會降低對手的攻擊防禦 隨便一樣一種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 這招的夢夢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但還是要看一看 看看究竟有什麼換 這裡有交換道具 這招式也是要拆的 不過我們一登入 它就送給我們了 拆夠之後可以升爆它的技能 這裡可以看到 除了升爆它的夢夢之外 好像又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升 那麼技能的怎麼辦呢 它只是招大絕而已 對 看看冒險的活動關卡是怎樣 最強最厲害的人 劇情活動 咦? 活動這裡是否看不到有夢夢 其他地區 對呀 活動這裡我們看不到有夢夢 我們只看到這個... 只看到大誤而已 這麼有趣? 一開始出被卡招 要攻擊啦 好 完成了 這裡應該會彈出來給我們看看 究竟可以拆什麼 喂? 其實遊戲仍然保持著做那些故事 我覺得還可以的 只是大家起得太快 即是我一直玩 我覺得還可以的 對不對 即是如果你說 我連... 我連放... 我想這遊戲放置Pay 這樣呢 你直接登入已經送給你了 這隻萌萌 這裡沒有啊 純粹在這裡試試 我們試試大誤而已 這裡 對了 嗯 那就試大誤吧 展現實力 展現實力 即是讓我們試大誤之後 這個叫做試... 叫做什麼呢 試Pokémon 你適合的話就去抽吧 這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樣的關 對啦 瑞星拳 力量強化 然後誰叫我為第一呢 提高自己的防禦 使自己下次必中要害 當巨金怪變成超級巨金怪的時候 就會變成... 喂! 挺住 這隻 巨金怪好像一定要抽這樣的節奏 其實這遊戲很好用 我自己覺得 好 強大的秘訣難度在... 看看這個... Action OK 完 這裡就... 趕走破壞隊啊 還是繼續用我們的巨金怪... 次前大金怪 大誤的巨金怪 就是大金怪 大誤這個角色其實蠻有型的 鐵頭偶爾使對手可以陷入畏縮的狀態 降來講 92 其實降真的不是很多Pokémon是降的 我覺得這次的巨金怪 其實也值得去抽的 招大絕是怎樣呢 瑞昇拳 160 變成超級巨金怪 直到結束為止 哦... 即是直接Mega Mega... 完 Mega到完結了 開招大絕後 類似HELLO家一樣 對 不過我想看看它的被動 我們直接看看 還有看看那隻夢夢究竟怎樣做 來搞一下 夢夢應該是N個活動來搞的 如果這樣的話 交換到它看看 對 其實沒有的 它還是可用這些活動來交換 用這個夢夢的活動來交換 這樣一共可以弄爆它的技能 看看它的簡介是怎樣 登場特別任務 在2點開始 大木將會在Pokémon中心登場 特別任務可以獲得培育道具 哦...OK 還是在活動那裡搞吧 對了 特別活動 糟了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 是不是要先開啟主線的 我是不是還沒做夠 對啦 不過沒所謂啦 這條影片叫做提大家拿了那隻夢夢 另外就是...大吳啦 我想看看它那個... 這裡沒得看 唉唷 這裡出絕招 應該是這裡看被動的 哦 一起機會的時候會提升招式威力 第二招就是 所有能力不會下降?! 這隻不得了 這巨金怪真是不得了 我想我也會抽一抽 不過我先下部影片吧 因為我還有很多遊戲玩 不過先提醒大家拿著夢夢 夢夢應該很多人都喜歡 我自己也蠻喜歡夢夢的 因為第一套Pokémon的電影 我記得我看最後有夢夢出現的 然後是非常感人的場面 不知道大家會否記得那一套是哪一套 記得可以留言 今天到這裡 巨金怪我遲一點再抽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crew 看看 如果跟大家開啟 敲燥 我們可以的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